还记得那个皮皮的黄子涛吗?大家是不是很久没有见他了?自从黄子涛主持完101之后,基本就没有看到他的新闻了。好像101的结果对于黄子涛并不是很满意的。 黄子涛发布了一长篇的微博来说明自己的心情,之后大家就再猜测101的结果的真假,不过之后就没有消息了。最近黄子涛发布了一长篇微博,大体意思就是自己要离开娱乐圈了,对于粉丝们做了一个道别。 时间期限是五年,看起来是黄子涛很早之后就定了这个计划,现在只是在执行计划而已。之前黄子涛的父亲就离职了,现在是看来有计划的,也是为了黄子涛的这次计划做准备。 黄子涛这几年的发展还是很好的,拍完《真正男子汉》之后,黄子涛也是真的出了名了,之后还和杨幂出演了谈判官,而且从这部剧可以看到经历过《真正男子汉》的黄子涛,有了一种成熟的感觉。 从开始的幼稚到最后的用于承担责任的变化,也是给了粉丝一个惊喜。 最近一直在期待黄子涛和吴倩合作的夜空中最闪亮的新的上线,这应该是黄子涛离开前的最后一部电视剧了。 这部电视剧讲的就是一群年轻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而付出的努力。 黄子涛当时接这部剧的时候,想的应该也是这部电视剧,应该刚好可以展现自己的经历吧。 还是期待涛涛能尽快地回来吧。